大家好 陶先生好 你好 你好 中国人老是喜欢看到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社会 主流社会出现一个中国人的命口 就亢奋半天 觉得我们真是有一个华人 其实我们也认识一些华人的国会议员 如果是在美国出身长大的 其实他的价值观 他的想法 其实跟一般华人第一代已经相差甚远了 那么包括陆家辉当中国大使的时候 大家很亢奋 哇 真是来了一个中国人当大使 结果发现陆家辉在中国宣扬的 完全是美国价值这一套 对不对 然后新起来出现一个贸易代表 天代莱泽西泽的戴琴女士 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美国公民 然后在康州长大 就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州 然后读的是叶尔大学 哈佛大学 最顶尖的学校 然后一直在华盛顿这样这个城市历史工作 那么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初 他还到了广州中山大学 工作了好几年 那么他这次的持任这个贸易代表 大家也觉得很吃惊了 因为所谓的贸易代表 只要是中国和美国谈判 那么这个时候找了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是不是觉得 哇 是不是会好一点 您觉得呢 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会带自己的 抱有点希望 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一种的内在的 种族主义 因为呢 人家这个美国拜登早就说了 我要这个体现这个文化多元 要多种族 所以当然呢 这个是不诸为奇的 要找了一个黑人当国防部长 然后呢 这个女性呢 去当那个财政部长 是吧 所以他自己要搞个政治正确的七尾九 所以他怎么能没有华人呢 所以这个拜登呢 当然这个有没有照顾他这个华裔啊 这个出身我看当然有 但是他不会明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中国人呢 他有一种什么衣颈还乡啦 什么这个看着这个美国 什么人家你看我 我看你他能混啊 这么爬上去了 一帮人呢 很多人在这个唐人家自己啊 围炉取暖啊 这小的 这小丫头 这数几年前 我哥哥看见这两条小鞭子 跳来跳去 这刚才什么拜登 你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你知道吧 都是这种啊 七嘴八舌 少少离家老大北 相应未改并茅吹 这个从这种哎呀 这种很难说就情义节嘛 是吧 一个麻油有又是这样 然后这个贝律敏啊 又是这样 李小龙就不要说了啊 然后呢就很多这种 拿那个诺贝尔奖的又是这样 其实这种 我看这种很无聊 当然 无聊而且大了一种威胁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纽约这边有一些政客 你去政客是华裔啊 一步一步发展的挺好的 甚至可以爬得更高 结果呢 中国的什么同乡会啊 统战系统啊 就把他请回到中国去 已经发现半天 就被美国盯住啊 美国说你是美国的政客啊 怎么会跑到中国去 跟中国这么来来往往呢 所以这个反而其实大了 这些华裔政治人物在美国的 这个这个不是那么的方便 本来想为华人讲话的有一点尴尬 你理解我意思吗 那现在就看这些人自己聪不聪明了 是不是 有很多人不够聪明的 他认为这下子吐气扬眉了 光中药主了 然后呢 这个某方面的这个统战呢 自然就把它找成这个当成这个目标了 然后这个吃喝了 然后饮宴了 然后呢这个延开这个素食席了 最喜欢问你哪人呢 你是台山人 我们有这个台山的这个同乡会啊 然后呢就这个某方面的就派个代表啊 来跟你一起唱歌和唱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然后这个自证腔圆了 还跟你研究这个普通话国语啊 这个那个了啊 然后就当然是当面就圣意邀请啊 这跟政治没关系啊 回到老瞎瞎看看嘛 我现在这个台山呢 这个起了很大变化啊 跟你爷爷啊 那个时候坐船出去两个样呢 要为这个中美友谊啊 交流啊 多做点贡献吗 那你这个美国华人政客想想 这也没错啊 是不是啊 那你奥巴马啦拜登啦 当副总统的时候不是也口口声声说 我们中美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成友好的吗 你拜登不是自己说 这中国不是敌人吗 中国是好朋友吗 中国强大 对我们美国有利吗 这些华裔的政客 有时候对美国的 这个政治也是一知半解啊 再加上这一脚就踩到那边去了 然后呢 慢慢他叫你参加 这个叫什么什么啊 和平统一和和平统一啊 这个什么友好协会呢 这个那个就伸到政治上 那他也不知道自己成了美国 中美这个联邦调查局 暗中调查的对象 而且这美国人呢 很擅长放长线吊大鱼 他知道他那是他不说 然后等你慢慢越显越深 他是在做你的这个档案 做你这个材料 所以有一天你忽然发觉 被人家给扔掉了 或者伸到某一个地步 怎么说有什么玻璃天花板了 这你是不是种族主义啊 我有这么大的贡献 为什么不能再生呢 美国人就就对你哈哈一笑 你自己心里明白了 很多都是你还看得多 华人呢就是有这个苏武牧羊啊 床前明月光仪式地上霜 从小就是这么教育的 没有办法啊 什么长江黄河啊 万里长城啊 这个那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啊 这个什么什么黑头发黄皮肤啊 从小啊就吃这个奶水长大 所以呢 今天我看这个戴琪呢 我觉得他很踏实 第一不施脂粉 没有打扮的妖里妖气 而且出来衣着整齐 没有像看见你这种 穿个低胸装 然后露个啊 跟这个洋人呢 勾肩搭背的时候 穿个低胸装 而且呢啊 故意呢就露一半啊 看见当中看见一条缝 他没有这样 一看就知道 知识分子 很踏实 所以这个拜登呢 专业人士 知识分子 这个不是出卖摄像的 不是穿花蝴蝶啦 今天又勾三拉四啦 这个今天认识这个参议员啊 明天认识这个州长啊 然后来来来我们合个影呢 就放在Facebook上面啊 弄得段七八糟 这样 他不是这种华裔女性 所以呢这个戴琪 就像啊 很久以前 有一位这个 林徽英的子女 叫林英啊 也是在做这个建筑家 是不是啊 林英啊 也就是这种 就是越战记忆碑 是啊 这个越战阵王战士纪念碑 是雷根总统当政的时候 邀请他设计的 这些都是 我不能说是华裔之光 只能够是说美国啊 这个美国梦 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啊 他这个做出一个成就 所以你在中国呢 你在美国呢 你不要这种 搞的这种专营啊 不要撒谎 不要假大空 要一步一脚印的充实自己 英文学好 里头的价值观 一定要跟美国的主流 吻合 对 一分耕耘 一分必定收获 对 现在的这个川普阵营里面的 这个莱泽西泽啊 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 这个历史 很受人尊重 你不管同意他的观点 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就是有板有眼 而这个戴晋女士呢 也是在莱泽西泽的 这个贸易代表区啊 工作了很长时间 也是给人家感觉了 一种非常冷静 程度的这么一种专业的风范 所以他们说实际上 这样一个谈判代表 是北京政府最难对付的 那么他跟刘霍见面 刘霍是比较柔软的一个人 对替是一个 非常的这个 这个 清晰 老子非常清晰 然后这个 一时一二十二 跟莱泽西泽 几乎是一样的 莱泽西泽就是一个 一时一二十二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有时候就发现 这个统战没什么用 华裔没什么用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 打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 现在中国的经济啊 这个 不但没有糟糕下去 反而现在更好 那您觉得这样更好 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现象 就是因为疫情 中国解决了嘛 对吧 但是并不意味着 中国的经济 就会会长久好下去 您怎么看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中国现在的 经济的好转呢 中国现在经济 有没有好转呢 我不是太肯定 因为我有大概 一年多没有去大陆了 你去了大陆 也要到处跑 看见具体的情况 最主要呢 这个经济好不好呢 我看又 目前有个指标 看看这个春节第一 看看这个春运 有多少人 因为每年的春运 神千上万 都是因为有工厂 有劳工 他们要赶回老家的 所以你再过 差不多两个月 你看看这个春运 是个人 是不是人山人海 这个是第一 第二 这个出口 这个出口 这个货归箱 这个火车运输 这些到底行不行 因为我们听了二十年来 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经济 有三架马车 第一是这个出口 第二是这个内需 第三是国内的基建 要靠这三样 现在呢 我现在我们 我手头没有数字 我不知道现在出口 到底怎么样 出口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出口 在美国已经上个季度增加了 百分之四十五 好了 那么如果出口维持这样 那等于说没有受这个关税影响 不会吧 因为这个关税已经加的 而且这个拜登说 他上台以后 没有不会打算 立即就取消这个关税 所以这个关税现在卡在那 中国是要2021年了 那这个中国要跟美国要多买2000亿美元 现在只是买了四成多 因为呢 现在这个一年呢 快尽头了 所以现在这个具体数字怎么样 好像一切都停顿了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管靠内需呢 到底行不行呢 那得要看看 今年这个关棍节 11月11号 现在的出口非常好 好在什么程度呢 好在现在你海运 找不到够香 找不到机会海运 已经就是说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性的 最大的经济体力 就是中国恢复了 别的国家都没有整体恢复 所以这个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是根据这个新任的财长 亚能 他的观点 他是反对关税的 他认为关税 这就是给了美国消费者的 这个提高了物价 我们确实是感觉了物价提高了不少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进口的企业 民售商 他们呢 承担了这个负担 中国只是在里面承担了一部分而已 并不是关税是由中国在承担 那么半端现在的对这个华政策和对世界的政策 他能不动就先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动起以后 整个就会引起这个前面性的反应 他现在首要的问题是 先把这个总统大位坐稳 然后再考虑其他事情 那至于跟中国 要不要保持这个关税 主要是取这个第二阶段谈判 那就是说 对齐上来以后 他跟中国是打过关系的 对齐代表美国 不是他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他早就出现了 他原来是贸易代表区的 这个代表区的中国科的科长 类似于 中国就是他负责的 所以他非常熟悉 非常强硬 就是说 您觉得如果代替这样的女士出来 办能出来 即算是亚能说 应该减税 那么这个 但是这其他方面 这个 好像美国会要求更多 也不是更少 当然现在这个拜登呢 他对于这个加关税 他早就说他不同意的 加关税确实是 我们也分析过 是有他内部的问题的 因为你很多中国制造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 或者是西方国家的 这个厂商在那边 弄个玩具厂 这个玩具都是美国设计的 然后这个流水作业 你找这个也是美国人当公投啊 负责这个品质控制 所以呢 这个这个东西 很多的Walmart 这些呢 都是都是美国人投资 所以他 我想他是想改变 这个大趋势 是不是 那么 加上确实 现在美国的疫情啊 并没有减轻 但是中国是大大减轻了 是大大减轻了 因为这个也撒不了谎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变成了他这个 在这个对外这个宣传 最近宣传这几个月 还是有一点的优势的 因为这个对这个西方国家 他这个民间这个心理啊 我都看到泰晤四报 这个社论啊 你看这中国那一套行啊 中国那一套中央集权啊 他这个防疫有效啊 当然他这个话有几分诚意 我们大家都不 不是太肯定啊 中国那一套 把整个小区封起来 每一家每一户不许外跑 这个你英国啊 欧洲国家你做得到吗 他做不到 是吧 所以再加上的好歹呢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中国人口有13亿 13亿就是来 每人呢 即使是这个 没有很奢华的这个享受 一个支付宝 一个光棍节 要么来个杯面啊 吃这个这个 这个真功夫了什么 这个还是能够凑合着办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很大的经济增长啊 这个我相信你要问这个 这个总理李克强啊 他自己才明白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没有说这个 这个大崩溃的人 这个这个迹象 这个是暂时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呢 据说这里头这个民企啊 也很多的被 被这个整得很厉害 民企 民企现在是被党控制 他们昨天 我在做一个节目里面讲了 我主要是引用华尔街日报的长篇报道 就是说现在党实际上已经 从各个方面控制了中国的民间企业的发展 那要再要出现像阿里巴巴呀 腾信啊 这个海航这种大型 所谓的民间企业的机会 已经几乎没有了 就是根本不让你长大 对于中共来讲 他一长大 就是风险 任何民间的企业 或者民间力量的长大 是中共这都不认识的 那么所以一般认为就是 疫情帮了中共的忙 让中国有一个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党代这个 企业的发展控制的太厉害 中国摧放一个长期的经济 良好的环境 而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美国不管是川普当政 还是拜登当政 他们一般都是讨好企业的 讨好华尔街的 不太会真正跟华尔街对头干 川普也不会 拜登更不会 所以美国的整体的经济环境 是比较长期友好的 所以还是看好美国的经济的长期的增长 而中国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增长 明年上半年 明年第一季都大概会达到10%到15% 那么明年前年大大会 GDP大到7%到9% 所以但是这是一时的 因为党的这个国有企业控制 党的民间 民间私营经济的控制 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看我的建议 这个问题你先不要下结论 看看这个春节怎么样就知道 是吧 因为你如果真正的要维持长期经济增长 还是要按邓小平那头 你得要解放这个市场 你要走回头的老路 当然你现在国有去控制这个民企 也不是说小型的 你在广州天河商场 开一个卖时装的 你也要收归国有 像从前这个毛泽东时代 都能弄个什么红星粮油店 能弄个粮票 这个也不至于是不是 我看就大到一直 大到到底现在这个政策 或者是规矩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你每一家民营企业 你到底你雇佣50个 这个火器以上 你就要变国营呢 还是如果50个人以上 你要变你要这个收归国有 那我49个行不行呢 是不是 没有这个具体的规矩 是不是 但是据说好像的 你雇佣一两百人 他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有查税 欺诈 什么非法集资 他并不是说要 真的要派个书记 什么 他跟你要钱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 据说现在这种气氛 当然这个民营 这个企业 发挥不出这个旗席性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那到底有真正多少的 这个经济增长 我们现在还是不肯定 是吧 那当然你不能够排除 说内循环 还是有些意识住行 一些基本的 这些商品呢 这个一定能够维持的 如果你不是说 像毛泽东人民公社 搞到那个样子 我估计 也是不可能的事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到底有多少增长 说实在 我不是那个专家 也看不到 他在这方面 可能有比较难下结论 但是这个长期这个趋势 像您这样说 如果是走这个国企的回头路 这个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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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